哈喽,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又是我们这个巴拉巴拉小课堂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日本人的合口罩 这个可能相信去过日本的啊,这些小伙伴们都知道 出门呢,你就看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呼脸上一个大口罩 像呼了一个塑料袋一样 就基本上是除了眼睛和额头以外,啥也看不见 那种很严实,很厚那种,还有超大号的什么的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钟爱这个口罩呢 今天呢,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日本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环境非常好,空气非常好 绿化面积非常广 哎,绿化面积广,出问题了 他们的山木很多,山木,山,木子旁那个山,山木很多 所以导致呢,花粉很严重 所以导致现在花粉症过敏的呢,占全日本四分之一的人口这个样子 他们平常除了预报天气,风向,还有什么海浪这种 像咱们的锅里都有 他们还会预报花粉的天气状况 今天花粉强度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巴拉巴拉的一堆的 关于花粉呢,会单独有一个这么的一个说明 这个呢,是他们戴口罩的一个绝大部分原因 还有的话,还有人说 是从什么,09年H1N1开始之后 他们日本人开始中外戴口罩了 这也是一个说法吧 但其实大部分呢,还是因为这花粉症的原因 还有呢,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戴口罩呢 还有一个原因是 如果自己生病了,或者是别人生病,不想被传染到 他又会有五个口罩 就相当于什么,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他们也会选择戴口罩 还有呢,现在年轻人的话 为了,觉得好看,卡扣衣 戴一个口罩在脸上,觉得自己很帅 又是什么网红款黑色的 又是什么里面戴图案的,嘀巴拉巴拉各种的 各种还有什么少女戴那种,各种小花的那种也是有的 但他们日本人绝大部分戴这个口罩 绝对不是和我们中国一样是为了保暖 因为中国的口罩都很厚 样子呢,也不是很美观 日本人戴的口罩呢 保湿嘴唇可能会有这样的功效 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日本的时候冬天温度像冬京来说的话 湿度水低 所以他可能嘴唇会裂上了 有这个保湿功效 但你说保温嘛,他那个薄的像两张卫生纸粘起来的一样 我觉得保温是没有什么功效了 还有一种那个比较尖端的说法呢 就是我戴口罩是为了有安全感 什么叫有安全感呢 比如说我是个服务行业的 我就这样对着你 是不是你觉得我在对你笑 其实我在骂你 你能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因为我把嘴挡住了 然后洗眉言笑的 然后从嘴的话 你根本看不见我在干什么 这样 这样的话比较会有 比较有一种安全感 就不会让人洞察你心里在想什么 还有的话呢 这日本人戴口罩呢 是为了遮一些自己的缺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牙 日本人的牙特别不好 全世界出了名的不好 就是不起呀或怎么样的 他们为了遮住这块不好的地方 可能会护个口罩 这样就会变得很好看 他们也是为了遮瑕 也是为了戴口罩 包括还有像什么 女孩子出门 不化妆 怎么办 今天懒得化妆了 怼个口罩吧 再戴个帽子出门了 然后反正是今天你都不认识她 她是谁 第二天发现 哇原来是你 就这样子 真的 日本女孩子不化妆 没法看的 还有呢 就是戴口罩的另一个原因 更深一点的是 我不想让你跟我讲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戴了个口罩 感觉看上去像生病的一样 其实就有一种 现在最近 最近有一个穿衣搭配风格 就是有一种叫什么风格呢 就不想被别人理的那种风格 就你不要大理我这种 你不要理我那种风格的衣服 就是像戴口罩也是一样的 就你别跟我讲话 我也不想理你 就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基本上呢 日本人现在和口罩呢 是分不了家了 现在年轻人呢 对这个口罩呢 依赖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的 从09年之后呢 有资料显示 日本人光在口罩上消费 将近有好像21日元吧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价格了 他不光是用国产的 还要用进口的 进口的可能用的比重比较少 但还国产的很多 你像我们在日本生活过都知道 我们去药装店里买口罩 我们都乘合乘合的买 一盒呢 大概是六七十枚 那种呢 就很厚一盒 就像抽水上抽口罩这样戴 今天戴一个明天扔了 然后再抽一个再戴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 所以说 在日本戴口罩也是一种见怪不怪的吧 包括你像在日本上课啊 什么的 在大学里啊 原学校可能老师又玩的比较严的不让你戴 你像是在大学里上课也好 像帽子啊 口罩啊 这些都可以戴的 老师不会说强烈要求你 啊 摘掉怎么样的 这倒是不会的 和中国不是很一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这是我们巴拉巴拉小课堂 今天正正经经的讲了一期课 关注我们更多以后的有趣的视频 还有我们这个六月二十四号 我们母子小花两周年的这个见面会 在上海 我们等你哦 拜拜